据说岛国有个人皮面具 做得十分逼真 不仅可以骗过安保系统 甚至连熟悉自己的老婆也能骗过 这是真的吗 就今天吃饱称二老就要验证这个留言 他们首先要有属于自己的面具 于是他们来到面具制作大师的工作室 打造属于自己的人工面具 第一步要用收集准确亚当和夏娃面部的数据和图片 这能让工艺师准确复制人脸避免出现奇怪棱角 第二步特效师要制作泥素半身像 这是制作面具的基础 第三步根据泥素雕像制作玻璃纤维模型 然后灌入足量的硅胶 等待硅胶定型之后取出即可 接着是纹理调整和细节 颜色的处理 复制肤色是整个过程中最难的部分 最后全手工竹根植入头发 这个过程需要一周的时间 不仅需要面具像而且要行为举止像 他们请来著名的表演教师学习如何模仿对方 首先是亚当模仿夏娃用手捋胡须的手势和单调低沉的声音 经过漫长的指导训练 夏娃的形象逐渐在亚当身上体现出来 接着是夏娃模仿亚当 经过艰难的修行后模仿了很成功 现在他们拿到定制的手工面具 并且换上对方的全套服装 现在他们将请来一些认识 却不了解亚当和夏娃志愿者进行实验 假装让他们先一步一步进行激光笔的实验 最后来到由夏娃假扮的亚当身边观察他们的反应 一号对象按照指示进行测验 经过了解他在一开始就觉得夏娃假扮的亚当不对劲 二号对象进行测验后也发现了不对劲 三号对象同样发现了亚当的端倪 并指出是声音的问题 现在轮到亚当假扮夏娃了 三名志愿者如约进行了激光笔测试 但是他们还是通过声音的不同 察觉到了亚当假扮夏娃的真相 现在他们要做第三次无声实验 这能排除声音的因素 冒牌夏娃站在靶子附近继续假装在记录数据 第一个志愿者相当注意吧 直到他正对冒牌夏娃的时候 他才感受到了不一样 其他的志愿者们也是在面对面时 才察觉到其中的端倪 现在轮到夏娃假扮亚当了 这些志愿者们也是在测试过程没有发现异常 现在亚当和夏娃想要加大实验的难度 他们决定将这场测试放置在熟悉他们的人之中 他们邀请格兰和凯莉在不同距离进行找查游戏 在27米处他并没有发现冒牌夏娃的不同 在21米他成功找到冒牌夏娃的不同之处 也感到冒牌夏娃的异常 直到最近距离时凯莉觉得冒牌夏娃是一个蜡象 这次轮到格兰进行同样的测试 他认识夏娃长达12年 在最远距离他同样没有发现异常 随着实验的进行格兰还是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冒牌夏娃 直到最近的1.5米他才发现了冒牌夏娃的异常 现在格兰十分尴尬 看来在有分散注意力的事物和一定距离时 这个面具还是能够蒙混过关的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